大家好,我是欣欣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电影是 斗鸟外传,萌宝满天飞 这是一部动漫喜剧电影 影片中有一个新的设定 在鹤山中 有着一群宋子鹤 他们为有需要的家庭送去孩子 并把这个作为自己崇高的信仰 虽然途中困难重重 熊孩子嘛,没办法 这样的生活一直持续很久 直到一个意外的发生 这个我们之后会说 宋子鹤们改行送快递 其中一个业务很强的宋子鹤 朱尼尔被董事会看中 即将成为这家快递公司的新boss 如果他可以通过考验的话 考验的内容是解决一个 在鹤山中的女孩子 因为当年一只宋子鹤的失误 使得这个女孩没有交到她的父母手上 而是在鹤山中被抚养长大 这也是宋子鹤们改行的原因 因为朱尼尔的心软 女孩郁金香没有被赶出鹤山 而是被派到信件部去 这时,现实生活中一个小男孩跟父母说 希望要一个弟弟 但是父母太忙,没有办法答应他 男孩决定给鹤山写一封信 毕竟当年他们就是做这一行的 郁金香因为不知道生产孩子的机器的使用 鹤山中就又多出一个小孩 话说这个机器到底怎么办到的 怀胎十月都可以节省 朱尼尔不想自己生殖的事情被耽误 就打算和郁金香一起把这个女孩子送到顾客那边去 因为途中操控失误 飞机坠毁 孩子被一群哈士奇抢走 这些货绝对是哈士奇 就这智商 而且也完全没有食肉动物的尊严 最后郁金香和朱尼尔靠着绝对的智商压制 成功救走这个孩子 经过千难万险 要知道照顾好一个熊孩子是有多困难 所以我认为这部电影适合全家一起去看 绝对可以唤醒你爸妈的记忆和想要揍你的冲动 而且途中还有阿哈群体的围追堵截 虽然没什么用 但也还是蛮好笑的 郁金香还无意中复原自己的家庭坐标 本是圆满结束的节奏 没想到快递公司的boss杀出 将孩子抢回赫山 救回孩子的过程 朱尼尔发标 将18年所有请求孩子的信件全部投入机器当中 源源不断的孩子被生产制造 宋子赫们开始做起以前的事 开始为千家万户送去孩子 快递公司到台 那个提议改革送快递的宋子赫boss也得到相应的惩罚 宋子赫们又重新塑造他们的信念 影片开头的那个宝宝也被送去他该去的地方 最后这一段简直温馨到爆炸 无关金钱 只是做自己最想做的事 原事件最美的梦 郁金香也回到现实世界中的家 虽然迟一些 总归再次团圆 等等 18年能 能生出这么多吗 没有计划生育的吗 承受得住吗 影片到此结束 谢谢各位看官 我们下次再见